应该都能体会到 屏不正常受到无常人情 在士拉扬茨基那名学校 校方也趁着周慧带动学生 一起为台铁意外祝福 我后来看影片 我感觉悲惧因为50人死亡 比146人死亡 我感觉悲惧因为他们的家人比我们更危险 我希望祝福们会遇到他们 然后会帮他们回复 虽然来自不同的宗教 那么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爱 我们这个大爱体现出来 把我们这个爱跟关怀送到台湾去 吉隆坡则继国际学校师生 也在得知这起意外事故后 虔诚其心祈祷 这是一场意外 然后很多人伤亡 我觉得很可怜 我们也尽量去到我们的范围里面 帮助别人祈祷 来祝福 希望他们能快点康复 汇聚众人爱心 除了在教室 就连办公室教职员也透过云端祝福 我要对这些离难者的家属说 那尽管我们是在马来西亚 离台湾其实是有距离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一样的替他们祈祷 我看到的东西就是管爱 就是当事发的时候 这一些义工就是很牺牲的 大家能够出来帮助遇难的这些人 意外让人不舍 师生希望藉由深声祈祷 抚慰受难者心灵 麦戴陈小燕 李文杰林彦均 吉隆坡报导 李文杰林彦坡报导